来关心 AI伺服器大厂美超伟下市警钟在响起 外媒透露美超伟已经在19号收到纳斯达克交易所正式通知信 指出公司没能遵守上市规则 即便美超伟对外发声不会立即影响公司普通股 还有机会提出上诉 但股价21号仍回落8.74% 跌至美股25.8美元 找到新会计师缴出合规计划也没用 美超伟下市警报再起 外媒透露美超伟已在19号收到纳斯达克交易所正式通知信 指称公司没能遵守纳斯达克上市规则 因持交10Q季报与10K年报 即便美超伟对外发声 这一封信不会立即影响公司普通股 还有机会提出上诉 但股价21号仍回落8.74%至美股25.8美元 事实上2018年 美超伟就曾因为延迟提交财报被强制下市 2020年才再度上市 时续来到2024年 在美超伟宣布延迟提交2024年10K财年年报约两个月之后 安勇会计师事务所应对美超伟的公司治理和透明度不信任 10月辞去会计业务 虽然美超伟在11月18号盘后宣布找到新会计师 并向纳斯达克交易所提交合规计划 但仍难逃下市危机 美超伟一旦被纳斯达克摘牌有很大几率被提出标普500指数 同时面临17.25亿美元约新台币560亿元债券的提前偿还 新唐人亚太电视高线连兆挺域整理报道